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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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个月我们继续有精彩的免费分享会 提提大家座位有限 趁现在好好增值自己 有兴趣立刻立刻报名 詳情可以在下面连结 看看和报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你有些部署之后 大家可以舒服多些少去过这个假期 今天就和大家架破一些不同坊间的大网报告 小网报告 一些不同articles YouTubers 东面西面都说炒底 就是我们叫做捞底的信号 有五个、六个、四个 这就是高盛的 等会我再逐个去评击一下 但是今天说的信号就是非常之 我们自己独家 有差不多都是同学仔 一定知道的了 这个我们认为真的是一个 见底的信号 或者是继续能够上升的一个信号 大家就可以看长线一点 那个方向可以比较稳定多一点 包括有什么呢 包括有这个疫情的一个标准看法 其实trainingfield.com 你可以上网 就要看很多国家的confirmed cases deaths total cases 都可以看到 但是就是这样看的case 就不是的 接着我们有一个十年减两年债 也是独家不会看这个 是不会看这个 接着我们会说一些数据 未来的最重要的数据在四月 数据是不可以变差 才可以继续复活的 现在继续延续的反弹 希望是大力多一点 接着有一个特朗普指数 我可以直播和大家说过 最后就是一个 专门为大家在tradingfield.com 打了一句 如果大家等一会 打这个句的话 就能够用这个功能 技术指标 今天就说那个 之前街道指标 说过一次 技术指标 就比较稳定一点 不是偷布 比较稳定一点 如果大家是比较保守的 看数据是好一点 有得tradingfield.com 上网又可以用到的 好吗 今天这几个数据 今天我们看环球股市 非常之下跌得非常之厉害 我们都等会有些 不同的资产 如果你能够选 譬如我新加坡不断说 红一股 譬如Donald general 大家乐 似有维他奶 似有些共识 上来 等会这个环节 我都会在后一点 会和大家去说 资产的分配 大家尽量留言 因为播直播的时候 有时都会看你们 立刻在下面回覆你的 所以你也可以去按like 现在按like 按share 复活节我没有停 告诉你亲戚朋友 继续去看 复活节回来 你也是要看回事 首先讲了一些 一些的 我们的报告 即一些的 广告 首先 都不是广告 因为茶序都满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留下银行报名 茶序和分享的分别 就是最主要的茶序 依然是一个 的 讲座 是一个投资的讲座 是和大家讲 如何捕捉红异的板块 资金流 资产调配 access allocation 技术分析 出入市 都和大家报告了 不是学research 是我讲research 给你们听 所以这个就是15号 大家留意 就是网上的 全球性的 都很难得 因为香港本身都 蜜花审都退回钱给我们 所以我们也不如放上网 到时我会 kick off 我半退休前 最后一次茶序 就是6月的 希望大家6月可以 在当晚报名 嘉宾有两个 每人都会用两个字去说 比如卡尔 英国楼 现在是非常火热 同学很喜欢 然后Eva 就是用elgo 或者它本身的底 其实是其权底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三个 重锤出击 已经夹了这些内容 大家记住去报名 说回环球集体分享会 的试堂 免费 现在已经接近8000人 报名 上次我都不记得是4000还是5000 上个星期 一个星期 大家留意 当然不一定要再报名 即是你还有位置 就按下去 如果我们也应该真的要停 留意 我们未试过这么大的负荷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这些装置 未知可不可以去到位 我们尽量做测试 万一当时你看到片子的时候 或者看不到片子的时候 我们会传两条链给你们 一条是primary 就是体验好一点 一条是embed在一个slide里面 你也是看到的 但是大家不用介意 因为你可以再四十八分钟 可以重温 所以大家记住 预设了伺服器给你们 就来 我们也讨论了很多次 你会收到whatsapp 收到人召唤你 或者有人召唤你 就confirm你要来 如果email没有password 你就要查回答饰油件 或者打来 直接打来这里 或者csatmoney-tap.com 就看回那个password 是下个星期六的时间 我会准时回到这个场地 和大家去做这个这么隆重 成为最后一次的环球集体 可能是唯一一次的环球集体 免费回来 我从来都不会整个课程放上去 那么我劈头就说了 很多人都说 其实我们精选在一些资产 在这个直播 或者在这个的 新加坡和大家说的 但是如果大家想知道整个choice 因为我三十几五十种去选 有时你还有cashing 你可以我们一路更新 那我们就买了东西 你还有cash 你可以买一下 譬如大家乐是刚刚加的 譬如Donald General 就很久了 这个就是 QR Code就是这里 这个 那个invitation code就叫做Weekly W-E-E-E-K-L-Y 世界 入到去就会入了每个星期一次 一个这样的名单 给大家去参考 期货的东西 和股票的东西 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报日常 也没问题 那么我们就去讲这个内容 那么我们就去看回 我们就去看回 那个第一个的规矩 就是第一个的见底原则 那么留意 第一 我想大家很清楚 我的point of view 就是熊市是没有什么机会完成的了 千万不要 现在越来越像样 越来越兴奋 越来越 图越升 就越来越 make sense 我像牛市 或者从来没有走过 我不排除牛市是会回来的 但是在今天你又没弹上去 又不够总加息的时候 那我又怎样去 我自己用自己眼光去觉得 喂 牛市来了 那你不想清楚是博的 是吧 现在种种迹象 你是不是像熊市 反弹的时候 你又不是炒 你当短渣 总之这个策略 before这个S&P 或者一些牛市策略的时候 我再有会再跟大家说 before这些讯号出现之后 我始终已经下定了 我们是不会用buy and hold的 strategy OK 那么这个就是 在十几年大家都可能会 误会了 又或者我自己也误会了 会不会有一天是不buy and hold的 其实现在就是了 就是一有不对路 我全部都斩了 所以这个始终是大的策略 现在就是说反弹 或者继续反弹的信号是如何 大底和小底都是类似的 但是今天应用在现在的市况 例如 如果虹市再插下去 下一波的反弹就不是因为它 但是现在我们 喂大哥我现在要找饭吃的 但是手痕的 对不对 那么有五个我觉得是有一个 有一些坊间是填补不足的东西 譬如这份报告 高盛报告 有些就是比较着重于基本分析 分析 非常之宏 太宏观 有些是着重于技术分析 只是技术分析 但是太抽象 譬如形态 我都想做一些补充 那么今天就是我想说 大中小方的 我都有五个讯号给大家 是安在家中 看到就做的那些讯号 所以这五个真是很爆炸 拜托真是share出去 第一 这个就是cororavirus 新股肺炎 我们看到是如何去看到的数字 其实留意 特朗普刚刚说过 美国的肺炎的增速开始放缓了 大家觉得非常生气 迟风又不戴口罩 你自己又不戴 你现在很厉害了 又说好回来了 在马后跑 其实有两个角度 如果在人性和生命角度 其实我自己本人 就不太喜欢听到他说这些东西 因为你真的要 Cases Number of cases 或者去到零 你才可以庆祝 要不然你会松懈 这个是说生命 但是在数字上 生意上 和投资上 的而且我将它转达的意思就是 它是说Rage of change Rage of change 就是说我们数学上 D它一次 就是那个curve有个tangent 就是那个位代表 sorry curve有个tangent 就是代表增速第一下放缓 就是不是Cases放缓 Cases还不断上去 还创了新高 有些Deaf cases 所以我们不要看Deaf cases 要看Confirm 就是确诊的Cases 还要再偷步一点就是看Rage of change放缓 那你不排除股市在看这件事 因为美国真的 特朗普说是第一个礼拜 是增速放缓的 你记住吗 增速放缓还是很厉害的 但是股市就是在说预先的将来 和未知性 如果你想偷步 就要看一些数据 去forecast 就不是看今天 如果你真的要因为这件事看今天 你可能要是 部署就变成了确认 而且是不能够偷步 而且可能会确认之后很少些水位赚 这样 就是因人而异的 那怎么去做呢 其实安在家中就做到了 看了 原来 大家知道的话 或者不知道 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tradingfield.com 如果大家没有 记住这个是免费的 这个网站 你可以登记就可以了 你可以打这个confirmed confirmed就是这个 Tradingfield 都update的数字 你看 你打confirmed的时候 confirmed 然后不止是total 就是全世界confirmed cases 还有美国 意大利 你看看 为什么我在这段时间 会看好澳洲和南韩 你看澳洲 不如先看南韩 因为南韩的疫情就是 世界供应就是控制度 是不是 你看看 首先变成仙形图 你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说的 它的中数仍在升 10,400 但是它的curve 看到tangent 是在伸出 就是你看到这个是增速的 不如我尽量画tangent 这个位置就是放缓 你平时家里怎么量度 很简单 你去就是画趋势线 按这个train angle 就看到了 譬如最劲的时候 你看到 啊 中了 最劲的时候 你看到这里 那就是这里 量度这里 叫做60度 60度斜不斜 斜 当然斜 那以南韩做标准 那我们看回 它在这个位置 是最明显放缓的 去39度 可以吗 去到这个位 刚刚这个位就没有转 13度 拿着这个 做参考 做参考 因为你看看它的指数 你看看它的 韩国的综合指数 COSPI 以前我们买开它 你看看 它那时候见底在这里 见底在3月19日 或者3月20日 你看看刚才confirm case 你看看 你可以一起用着电脑 现在在家里可以一起做的 南韩应该是KR 你看到 13日是什么时候呢 10坑就是这里 那我们可以 把这个数据跳到13日 11日至14日 横跨见底 大概是9% 13% 的角度 的角度 就算是供应上见底 如果你想偷步 就是想过底前几日做 你就要看这些日子 这些日子就是怎么样 你这样计算吧 其实都是smoot很多 或者经历过起码是18度至20度 就是任何的国家 如果你想偷步 又稳定一点 你就去到confirm case的 Rage of change 就是我们称为angle 起码低于30 至少 或者最稳定低于10 那就可能刚刚底下见到了 这是其中一个讯号 五个一起有 五个一起有最好 你看看 澳洲 我们拿到澳洲示范 澳洲之前也经过一亿 现在也未脱离危险期 但是似乎没有人提澳洲 因为你看到的Rage of change 你眼看也看到它抛下来 你读一读 之前最斜 不是最斜的 这里是最斜 这里 大家开始很有趣 40度 澳洲根本最劲的疫情 都不够美国劲 因为美国的斜很高 然后落到30 然后现在落到多少 现在落到15 澳洲如果因为疫情而害怕 我再说 疫情是不会 不是因为熊市发生 不是因为疫情 所以疫情走也不会让牛市发生 我再说反弹 反弹和牛市共通点 就是股市上升 不同的是 彻底经济根底是完全不同的 是吧 所以现在不是白人好 是炒完即走 OK 如果大家以为疫情是令到全球股市见底 我就一起跟你以为 现在是13度 是不是类似想做韩国翻版 它的始组都已经上来了 你看到 这个指数 不过没有韩国弹得那么明显 但其实上来也不少 几百点上升了 好吗 最大大佬 当然看不是中国 不如你八卦一下 如果你觉得它的中数是可以做参考的 其实它拋了很久 不过现在就没得了 突然间第二波来 全球都中了 就算是数据 你也要小心整个环球的影响是多大 还有它之前的damage做了 我又觉得你没得想的 你也没有数据 外国人也在看这些数据 你又要看回眼光看 但我还要看美国 是吧 美国大佬 是吧 直线上升 你还和我 所以就收口 天天飙上五十几六十度 就是和韩国之前一样 韩国那时候有一个集体 一个教会 有集体祈祷 澄清一下 那是另一种教会 所以他就道歉 那时候就是六十度 现在五十五度 没有那时候那么厉害 但现在你看到 首先 这么厉害 头一头出来说话 你看 增速放缓了 这不是人说你公关怎么搞的 你说这些得了 你去庆祝 中数还在升 所以两件事 我明白他背后怎么这么说 你看 10% 10度 所以如果继续是这样 在股市上是乐观的 在你人生安全上是未乐观的 不去到彻底零的话 你还是要很小心的 是吧 今天早上这几天都是 今天早上我们用不同方法去认识小孩子 我们三个轮流认识 37.3 因为37.5 屈神市那部机会黄色 我真的很害怕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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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他老婆 所以这些都是处于 因为你关心生命 那我不平击了 他自己做总统有他自己说的方法 但是他说的是纯数学的角度 而对的 而对的 第一个 安在家中可以按我试一下 但没有Hong Kong 就是没有Hong Kong 有很多国家 Germany Spain 我想你美国加Spain 加意大利搞定 其实稳妥很多 股市就会反弹的 不用等到Cases跌 你太Linear 所以数学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要D它一次 好 第二个了 明白 大家可以留言 你可以看一下有什么用法 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 十年减两年 我再说 同学都知道是坊间用的 我们看牛熊市 就不是看十年减两年 我们通常就是留给你看十年减两年 看看有没有insight 原先我都想说 不如不要说这么多上堂东西 怕大家不明白 这么短时间 但是真的没有insight 一般用法就是你选择一个中长期的国债 简单来说 不要这么复杂 有什么呢 我就4月18日 慢慢跟大家分享会再说 简单来说 就是用中长期的国负债券 哪个国家都是 减短期的国负债券 就是两年 一年或者三个月 多数十减二 我看 就是我今天说的五个讯号 外面没有人说过 最后一个我打个曲给你 Camp打个曲给你 德卿 所以有的就是你告诉他 但是有没有也不重要 最主要是对不对 你看看 如果通常用就是这个商减了之后 是不能短债高到长债 因为短期上你的资金的转动是减死了 你借钱是无利可逃的 大家就会变成是一路路上去 一路一路跌 那些价钱 正常来说 就会拿这个零去做这个分界线 那你看看 原先我就说 是的 去年跌穿零 那链住那个减息 一减息就刺激到上来 那没东西说了 是的 就没东西说 根本不合理 因为如果用零的时候 你根本十年减两年 完全你predict不到 为什么现在二月才大跌呢 就是二月这一月大跌呢 是不是 为什么现在是见底呢 就是你 就是你好 我觉得不是好 不如这样 我给你那个看 我给你那个看 我就看 减联邦基金利率的 暂时用Fed Funds去代表 那 这个我就不多说 上课才解释一下 你看一下如何处理 二一短期上的危机 那现在就不同了 因为零呢 就是这里的 又或者根本坊间 说用十减二是work 其实个个都在看这个数字 而没有一个正式article 有说这个数字 这个就是我上课和大家说 这个是一个领先指标 但是你怎么用呢 我就没有时间和大家搞 但是总之就是 如果逢侵跌穿零 就很恐慌的 你看这段时间 在这一两年里面 或者这十二年里面 是最主要最恐慌的时间 如果这个work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连续区减息 减息之后他说不减 你看又恐慌了 插回来 接着你看 2月2月几日见顶 S&P 我开了一个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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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顶你未知道很差的 但是我想2月中我开了一个突发的 对不对 这里 2月18、19日左右 你看看 2月18、19日正正是这里 刚刚跌穿零 在这段时间好之后 第一次跌穿零 它触发大跌了 就算升上来 也是无补于事 现在也是这样 起码你可以换取回这个位置 是吧 就是希望可以这样做 那么我想说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不是它能够帮到股市或者经济变回牛市 我说完就说了很多次 这个领先指标 插你一刀你就死定了 不会插你一刀 扔回来就没事 就是扶完之后 你一定会死到成地私鞋才能够由头复甦 这个是一定的了 就算是反弹 只是死猫蛋 现在我们在炒死猫蛋 所以我说不是它使得经济变回牛市 但是它使得股市或者大家 是没有一个原因再大幅插下去 那已经可以了 现在是上回零的 所以短期上也说什么 联储局是无必要在短期上突然间再减息 如果有就死了 因为今次再减息负利率 是负0.25至0 那市场会想什么 美金会怎样 之前我说几集负利率时代 无限QE的时代是怎样 所以是不可以touch的 是taboo的 现在千万不要让人知道 not even 你有想过呢 联储局是有负利率 硬硬 因为我也想要硬硬 因为我这次赚不到钱 我一定要赚一点点 才大幅避开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讯号 第三个讯号 所以是不是独家 我都没有听 你谁看过用10-0 对不对 第三个讯号 不是一个会托上来的讯号 但一直在炒的一个很危险的讯号 就是我想大家 focus在这个月 因为刚刚公布了失业率 和未来的GDP是非常之严重的 那我们看一看失业率 亦都是我没有时间讲学术的原因 大家只顾着短线 你可以在这里打了unemployment rate 如果你快可以先做着参考 因为你看到这条线 就是我对过training field和boonberg 是exactly对的 你一zoom就是每个月一次公布的 3.6 3.5 刚刚去到4.4 我相信三个星期后 你看这个片子之后 两三个星期后 再公布飞龙 就是5月第一个星期的5 之前的申请失业救济金 每个星期四公布的 所以现在每个星期四 那个申请救济金 就不可以再大幅增加 最好等到5月 或者5月之前 5月内 大家还有得炒 但是直至到5月这个数据 再猜一下 很大件事 因为这个数据再爆上去 我的数据是70%的 70%的机会 我们已经进入了熊市的中间 或者是三成 那是什么意思 是没有可能是牛市 是再度认证 更加认证 熊市是未来的 不要再说buy and hold 亚马逊 我是炒的 不要再buy and hold 特别是仰衰股票 buy and hold 什么波音 buy and hold caterpillar buy and hold tesla 这些 就算是buy and hold 苹果我都不敢 buy and hold 亚马逊 都不要听 任何东西都取决 你觉得 10年之后 5年内 有没有机会一下炒它破产 是不是 我只是觉得维他奶 可乐 麦当劳是可能不会破产 其他全部都会破产 我都觉得我的钱 不可以拿这么浪费 小心 所以同一个 第三个数据 B 就是GDP 你可以打trading 刚才都是全部trading field trading economics 都是我的同学 一些免费网站 你可以看回 这些很多的 有五六个 不用开这么多个 只要你找网站 这个就是美国的GDP 这个最白痴了 起码面华 你炒上去 GDP公布 是不会倒退 不会倒退 因为现在一落落负数 其实之前试过一下 如果现在公布的GDP 就已经是有倒退的时候 你就比较上 就很糟糕了 通常都是这个月尾 每个月的GDP 所以大家都看回 今个月 即是来近两个星期来 GDP真的没有搞一阵 所以说如果现在趋势技术分析上去 我觉得也有一两个星期可以上去 但是很境无常 你一落下来 要看技术分析走 有时是技术分析偷步 有时是基本分析 你都要全部是周身工具 才可以捱得到 留意绿色这条线 其实我是不是很准确的 一落下来 绿色线就变成黑色线 变成准了 现在回回我先画 我只是吓一下自己 一路吓一路吓 提自己是要短炒的 好了 第四个信号 就是特朗普信号 哇 这个真是独家都无常 你看看哪个外面又在说这个信号 你看看我的说法 这些是我和你一起创造的 在那时候特朗普打贸易战的时候 我会和大家说 特朗普其实不是贸易战成不成功 是人们买不买他做的策略 买股市升 不买股市跌 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叫买不买 就是看特朗普的job approval 大家都半年或者九个月内才加入我们 可能没听过这个数据 job approval就是一众的媒体 大众去对特朗普的任期 或者做的职能的评分 其实我们看一条线 黑色线就是approve 红色线disapprove 就是你黑色线越上 就代表它是 大家越受欢迎 越跌就代表越不受欢迎 你记住 现在你看到上下下下下 其实几下都中的 譬如包括在下一点 包括09年10月27日 这个黑色线是否见底 你知道S&P何时破位的 19年10月 S&P就是19年10月去破四顶 我在澳门连续三个星期六答法 叫大家要烟化了 好买买了 就升到2月 就是这下开始的 当然你不能把这个parallel的线 摆到股市 因为股市正在升 但是底和顶 你摩托是见到的时机 似乎有 你把它摆到这个时候 都是有关系的correlation 所以又不是只用这招 你有四招 你看到现在你看这个最底 3月22号 你看看S&P何时见底 3月22 那就是你可以说巧合的 但是我给大家只有个G字 你看看这个位置 3月23 底下 3月23 看到吗 哇这些呢 大哥你现在快快给个like和share 我先 这些这么独家的东西 真的我都找到头都爆 是草盲还是草盲 一次个洶涌而出 大家只给个like就是你的成本 好吗 所以当然要叫你朋友上堂 这个真正的成本 这个是最主要的 所以特朗普指数就要担心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急剧下降 我不知道因为是Sanders去retreat 从那个选总统 还是大家觉得 未来会更加激烈 还是怎么样 但是问题就是股市未跌 就是在酝酿的股市 如果再这样下去 其实股市是不健康上升的 就算是短线 就是这个黑色线 麻烦你急剧上去 特朗普千万不要再说 也我觉得是 特朗普没事的 刚刚这个星期而已 这个黑色线 应该横跨日子就是 31日 会滞后两天 31日到4月8日 就是说了那两句 第一 他刚才说了一句 就是现在美国的疫情 是已经放缓 这句话很限制 跌下来 他在之前 看到吗 我认同 现在我们的当局 就叫大家戴口罩 我再说一次 我也是不带戴口罩的 这样的 就插下来 现在你看看 我看到大部分YouTuber 我真是看很多 鬼佬的视频 说商业的 说法 全部出街 戴了手套 眼罩和口罩 因为他被人 少得脱褲 知道吗 如果你没有戴这些出现 而且你出都想骂你 是吧 所以这个是 他有一个是拿出去喝酒 买一些酒去喝 被人骂到他死 走得没见 你戴了手套 我都照少你 哇 是很公愤的 所以现在急跌 不是对选情 甚至对股市 是没有什么帮 不单止没有帮助有害 所以特朗普最好就是 我戴大口罩 可能会好些 我不知道 这些都是我猜股 用黑色线股 但是这些巧合性 真的挺巧合的 所以这些都很独家 最后的 原先我也想 就这么说 移动平均线等 这些 其实这些是留底讯号 和我们课程内容 但是其实是比较上急进 现在都升到去少少 就是我们想继续上升 有机会S&P上多两格 就是2700 2800 2900 但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比较上稳阵的做法 比较上独家的做法 那么那个编号就是 你开回training field 接着你就在这个 Compare Fx 或者按斜降 slash 我们做了个曲子给大家 在之前交道指挥 半年前 九月前 德卿做的 就是MoneyTap MoneyTap BT01 这个 这个 MoneyTap BT01 这个 正量指标与移动平均线的策略 其实是PVI PVI PVI就是一本书 叫Stock Market Analyst 还是Stock Market 什么呢 总之一本书去做 其实我们也是说 背后的逻辑就是说 他不想偷步 但是想看趋势 看趋势就是要看 假设一般的资产 特别是指数 这么大成交量 成交量是能够动策到股价 是有关系的 他就会用这样去做支撑 看一看 当你按了出来 你就会见到这个指标 看远一点 大家可以看看他之前是否有效 当然我做个bad test 先说出来 我们按的时候 就是用SMA的20天 很难去解释什么 大家有兴趣 就看回PVI 街头智慧 你就打进去 那个地方 好像我放了个link 在这里 没有 不要紧要 但是大家懂不懂 money加一格 tap 然后就有了 刚巧有个曲子叫moneytap 放名做给大家 刚才有70多个赞 都去这里按 好吗 很简单 总之 紫色线升穿黑色 买 紫色线跌穿黑色 类似MACD的用法 可以吗 现在你看到了 现在很差 差很远才上 第一 不一定是你锁量差很远 一下上都可以 问题 的而且确这个见底 是未有成交配合 记住这句很欺人的 有成交 见底是不用有成交配合的 每一次我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你要稳定些 用技术分析的话 其中一个你可以安在家中 又不用先上课 就是这件事 我做了一个曲子给你 当它上升的时候 去到中间或者有趋势 大家开始认同 就要有这个成交量配合了 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现在你去买 只是因为你偷步 很小心 现在五个信号 特朗普的信号下来 这个的成交量 从来都没有确定过 所以你不能确定一个很厉害的反弹 你可以说什么 你可以因为三个信号 确定的可能性少了 或者有其他计算指标 就捞底 拼拼 但现在还是安全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 熊市始终未完成 第一 第二 反弹可以熊市出现 知道吗 第二 这个反弹是一个安全反弹 还是还是要怀疑反弹 第二 答案就是 这样看还是怀疑的反弹 因为成交未配合 疫情在美国来说 不是说还有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所以你可以炒 但是小心炒 很小心炒 一个不小心 多个信号 比如你中数 一扯上去 那些确认证数 一上去 那你三对二 到时不要不知道 为什么市下跌 还有特朗普指数跌得很厉害 所以我画着绿色线 在我教你 这条绿色线是不行的 你不要听别人乱画线 就这样几条线在一起 根本 你看看就知道 你自制而已 我这样画也行 我画也行 所以你如果这条线 一大音捉下来 这条线就成为一个 对的趋势线 我就会用绿色线 变成黑色线 即是代表确定了 现在变成灰色线 或者变成绿色 明白 我想等美国的收市 不如这样吧 不要当是恒常 我应该在未来的星期 大家不介意 或者我一是星期五 一是星期一 我做个突发 跟大家讲一个技术分析 之余我想大家轻松一点 因为我收到 也有两封三封的email 是很desperate 其实我们封封都看的 但我不能够封封复 但是真的很desperate 不如我和他 我复了他 不如我公开讲我不开名的 他已经是借爆了钱 又有老婆 又是做医护的 所以已经是恶意安埋 又输得九彩了 真是民者伤心 我和大家少说 因为我的发现 因为我要拍片 预备预告 我不知道是不是开放以来 但起码这么多年来 在最近这几个季度里面 现在香港的破产中数是新高 现在以我的粗略去估计 按家庭的计算 大概三十几个家庭就是一个破产 现在不是以前 不是曾经 不是08年 如果再这样下去 比之前的中数多了20-30% 因为平均的海啸 都是令到这样的中数会增加20-30% 即是你附近 你认识的每20个家庭至25个家庭 是有一个将会破产 有一个将会破产 即是你认识20个朋友一定有的 你认识20个结婚 有家庭的朋友有没有20个 即是有20个就一个破产 我不只认识20个 即是你身边的朋友有三四五 或者十个是会破产 你不可以做那班人 因为那班人通常死 不是在红衫死的 是在红一红二 以为牛屎饭 那时候买东西死的 明白 有趣的我便separate 大家安在家中不用那么肥胜 大家聊聊天 好吗 大家记住留意 应该星期二 我不知能否引到 忍不到星期五 忍到应该是星期一 因为大家先过了假期 或者留言 你告诉留言我去看 影响一下 影响一下我的感情 心情 去到中间 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回来 休息一下 环球股市崩盘式下跌 真正的赢家 就在这里准备一个全面的反弹 我已经做了统计 过往的历史里面 哪些行业在红市期 或者股市反弹 是全面跑赢过大市的呢 还有有什么讯号 什么时候可以入市呢 美股、港股、外汇、商品 分别在这个反弹里面 会有什么表现 和有什么出现呢 全部会和大家分享完 到时也会有两个神秘嘉宾 会和大家再进一步分享 4月15日因为疫情问题 我们转了online 正正因为这样 环球的听众 亦都可以透过今次 可以在下面连结报名 如果报了实体票 在下面连结 亦都可以去转换 跳下曲 到时见大家 我半退休前 首次和最后一次的环球集体 免费分享会试堂 是online的 烧18日 现在已经超过7200人报名了 如果大家看到的键 还可以按照 代表伺服器还有少量的位置 如果报了名的朋友 设计别浪费了伺服器的位置 查看你的电邮 将会收到确认和password 如果电邮没有 记住查看垃圾邮件 如果垃圾邮件没有 记住电邮我们 csmmoney-tap.com 到时我入行10经理系统 全部会和大家介绍一次的 一如以往 CAL的英国链分享会 亦都完全爆满了 我们再加推一个 4月16日 教你成为英国物业投资专家 即使你资金有限 甚至是没有物业投资经验 大家都可以来的 是免费的 我们2020年全新的升级版2.0 3点和9点 希望和大家四个环节 一起见面 未来的2020年我要做 富翁的summer internship 开始正式报名 首先 我们会优先考虑 已读相关课程 或者已经读完齿轮理论 课程的同学 2月21日开始接受报名 下面的QR Code 就有连结了 今个月我们继续有 精彩的免费分享会 提醒大家 座位有限 趁现在好好增值自己 有兴趣 立刻立刻报名 详细可以在下面连结 看看和报名 有兴趣的资产 我们继续回来了 我们看看今天这些短期的资产 譬如我上个星期和大家说的Costco Costco 现在不单止下轴弹上来 一支轴升到上面三角形 再破就像深圳国际那样 哇 那三个鞋就是漂亮 漂亮 首先Dollar将来都破了顶 所以大家留意 不要紧 我们全会和大家说一次 看一看大家 有兴趣 每一天都见到我们分析 不仅是星期五 就升级版 大家加入吧 internship 应该都收到很多email 但我们选个时机才约见大家 我们始终都觉得性格比学历 岁数年纪或者经验 真的 不是乱老土说 真的 如果你有份做老式 或者有份做自顾 或者你做team head 你知道knowledge不是最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都有mentality跟随 这个15号 1月4月15号就是安在家中 Seminar讲过来的 单向的 就是告诉你什么 你抄下 记下 做好部署 互动的 我expect大家 真是唯一教 全部都是唯一这个分享会 记住 当时有什么link的问题 有两条link给你 当时你报名都可能会阻滞 你就摊开 不要一次过break报名 就是你摊开报名 这次你真的很夸张 那也是的 大家都怕见不到我 所以 我去了加拿大 好了 现在所说的都是精算 如果大家想知道整个list的full list 尽量都想知道 或者我这只不想买了 或者我买了 还有现金 我每天都尽量找一些新东西 去和大家说 你今天还有现金 你可以留意这只 整个list就会在telegram里面有的了 大家在这个code 就会有这个weekly 进去就会有这个invitationcode 首先和大家说一些资产 先 我们有分六卡 蓝卡 大家都明白了 六卡就是买了的了 首先第一只说港股 六九 六九就是4月6号买的 现在在买这个 赚10.6% 算是中规中矩的了 因为有些更漂亮 比如3319 2669 1038 那些真的很多 那些是第一批买的 这个就是迟一点买 就是我们20号开始买的 有些见底 这些算是迟一点 所以每一天都有 每一个星期都有新东西 你去看一看 每一天都有的 那么暂时来说 那么跟着这个策略 那么我想 现在第一站 照样看回58.3 但是如果 我相信我觉得 应该都未升完 如果在这个位置 再跌回来 才再去做止赞 那么绿色线 可能远一点的话 你拿回55元做止赞 那么另外1093 大家都问很多药股 终于好像有些生气 那我就不update77 那么因为太多了 那些 list 太乱了 我们又浪费力 你们又看不完 1093大家有做 也在4月3号买 那么跟今天价钱都不远 差很远的 都差有1元 过7元 那么现在升了 哦 12%了 升了 已经升了12%了 又是一个 我教大家的比率的时候 转小买的 还有你看这个红色线 我都和大家说过 123 4 那么你回落 你车很难说的 你可以等它开到这里的 其实这枝竹你就买了的 你这边下回来 都要摸紧这条线买 那就可能会贪心些 你会失去了 chance Anyway 那么我们就做个示范 4月3号买 那么这里我们也有买的 但我们走了再买好像是 是有些比较较较的 不过倒日赚了 那么现在暂时来说 已经升穿了16.568了 可以再看高一线 当然了 你进取的 就是意味你升穿的关位 可以这里追入 下一关看19.2 但是这个就是我不去 official给大家这个意见 因为我们买了 无谓再设计多个 设计多个桶 去自己说一些追价 追追追追 一定有下见顶的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部署 都是跌穿16.5 调低多一点 就是做止赚的 那么Costco 我没得不讲的了 Dollar Journal你自己回去看一看 为什么红一股 什么叫红一股呢 之前直播讲过了 你看红一也有提提过 那分享会也会讲的 是周期来的 牛三选什么股票 红一说什么股票 是有规矩的 不到你胡说见底了 就胡买 如果你买了1800 就坐13年艇 Costco 大家记得 上星期五在这个位置 叫大家有理无理 不用等饭 但是先买了 因为跌穿的线 去到280元 你就做止蝕 对不对 结果你中了11点 11支粥里面 就是这么多支粥里面 11支粥是先合了红色 那你最后走到哪里 那你只是猜 那你没有这支粥 那时候 应该 4 3 2 1 5 就是我们看看4这晚 这天 上星期五 是不是 那你就买了 星期四阳粥 星期五 都是阳粥的 其实还好一点 你说 贵了 但是你更加确认 其实这支是一定要买的 那你再等一支 还有没有机会 再等一支 都是这支粥而已 再等到星期二 才是这么大的阳粥 所以我想没有什么机会 过了三天你都不买东西 如果不买 就不知道了 那现在我们看回 不单止下面有个形态 因为年同楼上是疑似做了三角形 当然了 我不想它很official 很official是什么 就是它下来 再试一下再上去 那真的超漂亮的 但是我怕埋众 我怕也不想它下来 立刻摆穿它 到不到目标 我不知道 但是 那时候Adobe 他说不是这么说的 他通道不是到了 如果这个三角形是有效的话 它的量度目标 有机会是 去到三百四十块 就是这个位置 三百四十块 首先不要说这么夸张 先说这里 而且还未升穿 对不对 所以先看着这里 所以如果要下跌 害怕我 我宁愿上升 没有目标 没有目标 我逐关看而已 最重要是升 我什么时候赚我的事 所以这只 大家update一下 这只我就不知道 算不算是刚刚买的6 还是什么 因为在赚8.1 你也是要找些东西 视乎你想说 稳稳一点 但是可能要追货 因为稳一点 第一批升 我们买 例如Home Depot 亚马逊 你看 亚马逊 这些 我拿着这些 亚马逊 HOME DIPO 做什么 多的都有 但这些叫做熊一股 Cocola 其实也但不少 Cocola是38 那时候 这个位置 跟大家说 可可乐 派成四这几息 通常两这几 但是他每个月 有没有看上集教学 以及今集我都会出息率的Excel 你看看可可乐 其实他的增速的派息很高 所以两这几不是问题 现在四这几 之前不是 现在四这几 今天买 所以现在也弹得很小 36元 弹到47 接着我们看回奥塔 奥塔也是一个选择 要么就是要选一些 不是那么英俊 但是有钻势 就是要炒了 就是不能够长渣 奥塔又不是算炒的 上一份业绩一样 所以他的反弹力量就未发生 可能 现在暂时的借购购购购购 不过我们买入了5.4% 其实有机会 因为他算可能会追落后 我觉得 你可以现在买等230元 稳定一点 等他升穿220元 先再买 也好一点 不然你要等他回落 回落 我就觉得不要买 因为回落 即S&P都回落 那就小心一点 另外有港股有美股 那就做些期货 加拿大指数 继续买 那我们去做 但是就平仓了 那现在什么时候可以再买呢 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 因为你做期货 才能不能够不偷布 一中蓝色即走 有嘛 蓝色先说过 一万三千七 新加坡都不停提 一到就走 那再突破什么 买回 因为你不抵抗那支阴烛 现在今时今日 一支阴烛可以没有了六日 或者六十日的升幅 是不是 你孤辞一晚 这大事 你一去玩就要熬夜 我不想熬夜 澳洲 澳洲 我昨天新加坡也跟大家说过 最后收视了一个阳烛 其实因为疫情如果放缓 亦都因为人家认为疫情会放缓的话 其实接下来就要装一关 不如你封锁这条线 结果真的 我新加坡六都没封锁到这条线 真的封锁到 应该就 这里好一点 三四五四七零 真的升穿呢 就继续买 因为它沿着一个上升通道 这个可以做长线部署 应该都没问题 期货就危险一点 就在新加坡或者Telephone跟大家说 只赞了刚才的加拿大 还有机会的 六百六零 这个我都跟大家说的 其实想买过 其实买了 4月7日做的 现在可以照买 不过这个又是例子 就是这些零售其实就不是很差得长的 就是会破产机会相比可乐 那些稳定情况 一定是低很多 但是你可以拿回这个52周身高 11个半做止线 你就因人而而 这个短线投机好些 就是说我还有很多钱 就直接买了Costco也不够 买了什么都不够 那你就要选少短线 或者你已经知道的短线 就是一走 你就要大屠杀的速度去走 另外一只就是Apple Apple其实是买很久的 我三月都说过 我留了一只Apple 没有说 但是因为这个很英俊 这一天 3月24日这晚 3月25日也补充 但是我们后来也买回 4月6日 叫大家去做 不一定直接买 但是我们也叫大家 放到列表 现在暂时跟着回报1.4 不是距离很远 现在也可以照考虑 如果S&P没问题 就256元 现在什么是有问题呢 我再说的是 指数是技术分析 它一转下来 你也不需要你暗谋了 你先走了 只赚先 为什么跟它斗气呢 所以我刚才说的故事之余 我突发就会说一些技术分析 等我今晚 星期四晚收了市 我就会在你旁边做功课 AT&T 很英俊的收息股 这只你要首先买 我再说 不可以肯定它是真的有一个大的升幅 但是它收息的稳定情况一定比汇丰 汇丰 中银香港 中银香港都稳定 但是你有美股在这 这只T真的走到一边 除非整个美国不用电话 或者第二个电话箱突然冒起 有法例控制监管 这些突然间破产 就是银行传统破产 不是任它破的 暂时来说 我可以再做 拿28.87这个位置做止蚀 或者等它在楼上升穿31元才做好一点 很多只给我 CAM 189我们是想买 我禁止了 因为高风险而已 技术位置是OK的 你可以等它星期二服市的时候 3.36升穿可以再考虑 这个可以放入名单 这些炒炒多一点 177 刚才我们说delete了 但是你留意 可能是箱底 箱底升穿颈线 是星期四正好升穿的 你可以拿回 16.9或者这些绿色线 10.7 10.9或者10.7做止蚀 which是1093.177 你没有两只买完就可以了 另外 大斗就是期货有机会的 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一下 不过一转洋竹 其实有人在Telegram会说 近来更新的 demo account也开了 你跟着足 我都说必定是30%回报 这个星期一个星期30% 因为有石油贡献 有欧罗short的贡献 还有S&P大的贡献 我连Adobe和大家乐都用CFD买 因为刚刚的钱摘在马拉那里不够 其实它是四倍杠杆 你当margin account 但你不要 你原先买10万元维他奶 然后你10万元买CFD维他奶 因为不同的 你如果买10万元维他奶 你就应该买2万5维他奶 总数是10万元就可以了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钱有没有 好像我这么特殊的例子 突然间摘着 我真的欠几天 回来 但我买不及了 不是维他奶 我买到大家乐 我欠几天 就欠几天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小心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转 现在转到平仓 转到欧罗 这个就看一看了 这个就未过危险期 要捱一捱 今天就是这么多 希望大家可以将今天这个五个独家 准确一点 你有适用的讯号 有涵盖基本面 技术面 长中短线的 大家去看一看 不单是用到今度的 今天除了这个coronavirus 这个特朗普讯号 这些其实是恒常都会用到的 或者如果特朗普转了人 就这样算了 但应该不会没有总统 所以五个东西 四个东西都可以恒常用的 不是只有今天 所以大家可以将这个直播 按在watch data 有时你要找回 有没有试过 找不回我们讲的教学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 你身边的朋友 是有心 或者你身边的人 已经磨拳责掌 想滚了卡去买股票 现在hold on man 第一 你要看回整个宏观是怎么样 你救人一命 升到七级浮台 基本上 大家帮手去share 也帮到我们 好吗 记住了 4月15号是讲座 4月18号是试堂 4月18号就爆的位置 我们还没试过 不知道是否有两条银行 如果没有password 就电邮我们 如果到时看不到 有两条银行 如果到时不能报名 就试多几次了 所以现在我们唯一一次 做online 所以伺服务是无限的 但是我不是疫情 也不是很想的 我都想见到你 就是稳稳阵阵 看得像不像样 我怕这些都抄出去 但是我先相信大家 而且我也可能没有下次机会 或者下次很久之后 好了 暂时这么多 那么记住按like 还有等我们直播 答案直播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有什么的出现 全部会和大家分享完 到时也会有两个神秘嘉宾 会和大家再进一步分享 4月15号 因为疫情问题 我们转了online 正正因为这样 环球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今次 可以在下面连结报名 如果报了实体票 在下面连结 也可以去转换跳曲 到时见大家 我半退友前 首次和最后一次的 环球集体免费分享会试堂 是online的 4月18号 现在已经超过7200人报名 如果大家看到的键还可以按 代表伺服器还有少量的位置 如果报了名的朋友 设计 不要浪费了伺服器的位置 查看你的email 将会收到确认和password 如果email没有 记住查看垃圾邮件 如果垃圾邮件没有 记住email我们 csmoney-tap.com 到时我入行10经理系统 全部会和大家介绍一次 一如以往 Karl的英国楼分享会 也是完全爆满了 我们再加推一个 4月16号 教你成为英国物业投资专家 即使你资金有限 甚至是没有物业投资经验 大家都可以来的 是免费的 我们2020年全新的升级版2.0 3.00和9.00 希望和大家四个环节 一起见面 未来的2020年我要做 富翁的summer internship 开始正式报名 首先 我们会优先考虑 已读相关课程 或者已经是读完齿轮理论 课程的同学 2月21号开始接受报名 下面的QR Code 就有连结 今个月 我们继续有精彩的 免费分享会 提醒大家 座位有限 趁现在好好增值自己 有兴趣 立即立刻立刻报名 詳情可以在下面连结 看看和报名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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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